在这个网络盛行的时代 作为公众人物的他们稍有什么不注意的地方 总会被一些人拿来做文章 这也导致了他们说话办事都很小心 生怕出错 而提起娱乐圈想必大家都知道 这是一个大染缸 然而还是有很多人愿意涌进去 因为里面充满着各种诱惑人的东西和食物 如果要评选出2018年娱乐风云人物 我想一定非崔永元老师莫属 因为他在2018年真的掀起了一阵阵巨浪 也让吃过群众大宝演出娱乐圈里面的神秘色彩 近日崔永元又有了新动作 他晒出指纹和合照 称到年底要办好多大事 至于为什么崔永元能被评为今年的娱乐风云人物 那是因为他和冯小刚导演所牵扯出来的一些事 我相信在这里不需要小编多说什么了 前段时间席卷整个娱乐圈的大小和同事件 正是崔永元爆料出来的 一时间掀起了娱乐圈的一股巨浪 可谓是影响甚广 对于这件事我们不过度的评论谁对谁错 但是崔永元因为冯小刚的影片受到了影响 这是毋庸置疑的 于是他们开始了叫板 说起崔永元 很多人都爱看他的节目 当年崔永元主持的小崔说是 实话实说 这样的节目的时候 受到很多观众的喜爱 因为在娱乐圈这样复杂的圈子 能说真话的人很少 崔永元作为前央视的主持人 那么口才是相当可以的 近日崔永元还与自家的茂安娜 一起上喜马拉雅 FM叫人如何说话 当崔永元宣传这件事之后 很多网友都很想跟随崔永元老师 来学习说话的技巧 虽说崔永元不是属于娱乐圈 但是他的粉丝还是很高的 高达上千万粉丝 这可以说和娱乐圈的一线明星不相上下了 对于前段时间崔永元和方舟子 在转基因食品上的纠纷问题 相信大家也都有所了解 渐渐的大家的观点 越来越偏向崔永元认为转基因食品 目前还存在着缺陷 有网友表示不会使用转基因食品 崔永元还开办了自己的有机农场 声称不会使用一滴农药 全部纯天然 近日崔永元再次更新了微博 他在微博中配了八张图 并且在这几张图片中有娱乐圈大佬的合影 还有一张自己的指纹图 一个关于转基因问题的图片 还有关于华语的图片 并且还配上了一段文字 施侯和安娜 禅食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